大家好,我是顾兴妍,大家好,我是顾兴妍,大家好,我是顾兴妍,原来是个斯米达,逗你玩的,我也是中国人,我叫顾兴妍,我就说你也是中国人吧,你经常在这摆摊啊,我可是惯犯,然而话音刚落,城管就过来开始追人了,两人只能惊慌逃窜,惊慌逃窜的顾兴妍,原本是国内顶级珠宝集团的千金, 可随着总裁母亲被手下背叛致死,东城集团也被别人收入囊中,年幼的顾兴妍为了躲避追杀,只能隐姓埋名来到国外生活,为了挣钱支付读书的费用,顾兴妍一天需要打三份工,然而这并没有耽误她的学习 知名珠宝设计师爱丽安娜,对顾兴妍非常感兴趣,主动邀请她来参加面试,而面试的内容就是要在半个小时内, 把200颗的钻石分出等级,顾兴妍却只用了不到十分钟,这让爱丽安娜再次对她刮目相看,甚至提出要收她做自己的助理,没想到顾兴妍却一口唯一,只因她想回国查明真相,为寒冤离世的母亲报仇,可顾兴妍来到东城集团后,却遭到了面试官的刁难, 就在面试官阴阳怪气的时候,小助理急匆匆地跑了进来,告诉了她一个极天大消息,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呀